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3 2 1 来 下单 我来看一下 我来看一下 一分钟 这一分钟 现在有舒婷5000 舒婷5000 舒婷5000 张舒婷5000 REBA SHU REBA SHU REBA SHU一万 我跟你讲这很厉害 帮我加一下 不然我加一万五好了 不用理了 也太快了吧 虚听力一万五 来来来 Tracy 2万 我觉得不是这个是意义的问题 这个真的是 台育3万 这个真的在 这么快 3万元 台育得标 全数竞标所得 捐赠做公益 当天有许多的公益团体出席 包含 毛小孩流浪中心 基督教立友中心 方舟协会等等 为社会一同贡献心力 这是基督教立友中心 然后我们在中山跟大同区 就是做儿哨保护 跟家庭的服务 那我们今天来这个地方做公益的宣导 是希望大家可以更多的去看见 小朋友他在发展的过程里面 有他每个年龄成他发展的一个阶段跟限制 那因为我们在服务 平常在服务一些个案家庭的时候 会发现说 家长有时候不了解小朋友的发展 那就给小朋友过高的要求 那觉得说 为什么你都做不到 为什么你都做不好 然后甚至用一些比较严厉 或是折打的方式去管教小孩这样子 那其实我们希望大家可以了解说 他在成长过程 他的能力是慢慢的累积跟堆叠上去的 那或许我们可以给小朋友多一点的宽容 跟耐心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家长也可以回归到自己 我们也可以给自己更多的宽容跟耐心 周末时间的大道城码头 游客络绎不绝 不仅欣赏落日余晖 公益团体也趁机向民众宣导 一起为社会做更多 成为疫情时代下的正向力量 公民记者刘朝文 大同区采访报导